你吃完你就觉得哇就是有种冰至如贵的感受 我觉得很难得可以吃到一间Find Dining 然后还是三星餐厅 会有那种让你觉得哇我好想要再回去一次再回去一次 嗨大家好我是Saya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这支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 今年2024年我跟我爸妈去查晃的时候呢 我特地带他们去吃的米其妮三星餐厅Morrius 这间餐厅我真心非常的喜欢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在访 而且我相信我每一次去杂晃我都愿意一去再去 那这支影片呢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间北海道的杂晃餐厅Morrius Morrius餐厅的主厨是她的灵魂人物 她是日本法式料理的先行者 那在很早期的时候呢 她就去了法国里去学习怎么样做菜 并在1982年的时候呢 回到北海道还开了这间餐厅Morrius 她在2012年的时候呢 第一次的栽星就栽了三星 然后直到今日 所以在当初她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存在 那你在她的菜系里面呢 我们待会后面就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她真正有那种法国料理的感觉 但是却融合了非常多产地到餐桌的概念 所以第一个呢 我自己很喜欢的原因呢 就是她使用了很丰富的北海道当地食材 所以整套餐里面呢 我们品尝到了后岸生蚝 北海道的生蚝的确就是吃过回不去的 那在餐厅里面呢 她就给你两种不同吃生蚝的方式 那我个人其实吃生蚝 我觉得单纯什么都不加吃 就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不管是挤萊姆啊 或者是撒了一点这个胡椒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 那我爸妈也是第一次吃生蚝 我觉得哇第一次吃生蚝就来摩尼也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味道很干净很纯净 那再来呢 这道餐里面呢 我们也吃了毛蟹 我用新鲜的毛蟹的那个肉质 非常的细致 然后去做成很美味的炖饭 我还每一口 都是那种北海道 味道 非常的鲜甜 我去年第一次来摩尼也 最惊艳的其中一道菜 就是温沙拉 每一种蔬菜 它的需要煮的时间跟准备的时间都很不一样 但是你要做到24种的当地蔬菜 都可以在差不多程度的入口的质地是要一致的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这道菜呢跟去年有点不太一样 今年呢 它是用比较多种不同的酱汁 包括柠檬酱啊 甜菜根酱 菠菜酱啊 芝麻盐 还梅子酱等等 就做出一个哇 我们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一种色彩缤纷 很像是烟火一样的感觉 那这道菜它在搭配的时候呢 是选了一只普罗旺斯的白酒 我一喝就觉得哇 这是南华的春天来了 它的上菜顺序是非常经典的法式 从一开始的amuse bush 前菜煮菜 然后才上起司跟甜点 那用北海道当地的起司 然后是做成像那个dedomoana 然后是有经过适当的时间熟成的 所以你在吃下去的时候 味道是非常浓郁集中的 搭配一只法国沙瓦产区的白酒 哇就是瞬间来到这种高山的感觉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喜欢molius的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它真的让我吃到了食材本身的味道 很本质性的料理 所以它不会让人家觉得繁复 但是又可以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精致 以及专业度 这是我觉得不容易的地方 它在拿捏尺度的时候 我的这个平衡感是做得非常刚好的 那我其中一道 我觉得dedomoana is必尝的经典菜 当然我连两年都有吃到 我个人也是吃两次都还是非常喜欢 就是牛蒡汤 大家觉得牛蒡汤有什么特别之处 对就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它可以把日本的牛蒡的那种土壤的气息 跟蔬菜本身的鲜甜感 因为其实冬天的时候 蔬菜绝大多数是根茎类 那根茎类呢 经过尤其是在北海道 这种天气这么冷的地方 它可以让它根茎里面的糖分更加的集中 所以当地吃的这个牛蒡 我真心跟你说 这是不是一般的牛蒡啊 就是这么单纯的食材 这么单纯的一道菜 你都可以打从内心的感到满足 到一间餐厅呢 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整的体验 其实呢 除了餐本身好吃之外呢 酒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 酒代表的是一种饮料 那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有适当可以搭配的饮料 去做一个相呼应 你会觉得 哇我的每一个层面呢 都可以被满足 那很多时候酒带出来 餐里面的一些特殊气息 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很丰盛 或者是一个 可以有一个twist 就是 有潜在惊喜 你知道藏在里面这种巧思 所以呢 这间餐厅莫里也无另外一个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也是他们的餐酒搭配 他们的饰酒师很专业 不只是他的选酒很专业 他给人在介绍的时候的方式 很亲切 那这一次料理里面呢 我个人很喜欢的其中一道 就是他们的鹅肝 法国其实用的绝大多数时候是压肝 那压肝尤其是在法国的西南方 他会去稍微的去把它炙烧 在微微半生的这个状态下 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厚 然后你把它放在牛排上 这种很热的状态 它就会立刻化开 那传统会搭配一个甜甜的酒 但这个其实只吃一口两口之后 就会觉得有点腻 要吃完整套就觉得好 我今年一整年的那个额度就已经满了 但是他们正到猜 我觉得它处理的极好 是它的额肝的尖的程度恰当之处 上面是用烤过的五菇 五菇它就是呈现着一种连尖的感觉 你感受得到这样木质的气息 然后它底下有一点点柠檬的香气 上面放的是山椒叶 山椒叶会点出一些柠檬啊 然后比较带有辛香料 普罗旺斯香草的气息 但是本身又有一点亚洲调性的元素 重点是它搭配了一支 我很喜欢的 罗亚尔和亚斯涅产区的 百湿南微甜白酒 它闻起来的香气是甜的 那入口的甜度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搭配起来你会觉得 极为清爽 优雅 然后同时又带有一点日式的产意 在Molias用餐呢 它用了很多的日本当地的酒 当然包含了清酒啊 然后搭配了白海道的葡萄酒 那它的甜点有一道是 Baba Home 一整块我觉得很像油豆腐的感觉 然后去吸附很多的莱姆 所以莱姆酒 就你一入口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那种酒香款 让我非常过瘾 那在Molias就是用清酒来代替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 如果去Molias用餐呢 可以点一套Wine Pairing 然后他们的Wine Pairing 真的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Molias 其实除了它的餐好吃 食材酒之外呢 其中一个让我觉得 很难被取代的就是人的温度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间餐厅的灵魂 人物主厨钟道伯 他曾经去法国学做菜嘛 那他在一个米其林的访问里面 他就有提到说 他其实一直想做的 并不是大众流行的法国料理 而是一种带着香味 让人想要自然清净的家庭料理 但是细致的 会让人家想念的 会让人家觉得 哇它是很精致 很有很有故事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你的确在你吃的菜里面 你会感受到这份发自内心的 想要让你觉得 东西好吃的这个心意 我觉得对我来说 梦列他绝对不仅仅是一间 放一带一年 也不只是一间很好吃的餐厅 而是一个 我会想要把我 人生中一些很重要的食客 与这间餐厅分享的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今年农历年的小年夜 特别请我爸妈去吃这间餐厅 真心跟大家推荐 那这间餐厅呢 它没有办法网络定位 它只能透过电话定位 其实它不太好订 可是我觉得订到之后 你真的觉得不会失望 那它的五间套餐 价格非常的实惠 我之前有拍了一支 在北欧丹麦的 Galanim的餐厅 我觉得他们俩 今天两间餐厅呢 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你今天 如果你喜欢今天餐厅呢 你可以去看看上一支 我介绍在这餐厅 它的故事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我是Celia 拜拜 串通知BiNaire 觉得很宝吗 超级宝 总共三个人吧 加上三杯酱咽 跟一套的Body pairing 总共这样是7万2日币 大概 1万5台幣左右 我觉得整体来说 吃起来真的非常好 比如說它上菜的顺序 那种和谐度 然后服务 食物和酒水本身 我觉得就是面面俱到 然後再加上它雖然是髮殘 可是因為它在裡面用了很多日本料的元素 比如說味噌啊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我們台灣人很喜歡的元素 所以其實大家來吃的時候不會覺得都很creamy 或是很奶油那種很重的感覺 可是髮殘裡面兼具一種日式元素 我們自己喜歡吃的那種風味 就不會讓你覺得從頭到尾吃完是很沉重的 就是順順的這樣全部吃完 總共十道會讓你覺得很飽 但是很舒服的感覺 跟大家推薦很值得來 然後他們那個服務真的就是很剛好 有那種非常無為不自的服務 但是又不會讓你有壓力 我覺得這個很難 那個拿捏的那個比重 就是我覺得很剛好 因為現在他們一月到三月都會有國王牌 我今天就是沒有挑國王牌 我就有點失望 然後說哇那個我就沒有拿到瓷偶 他就看我有點失望嘛 他就去旁邊拿了一個瓷偶給我 這真的真的就是非常的貼心 超貼心 然後因為我去年來吃甜點 跟他今年的甜點就是一樣 然後他就知道嘛 他就幫我換了一個不一樣甜點 我覺得就是一點點小小的舉動 就會讓客人覺得很貼心 就會很想要就是再來再來再來 所以三星就是實至名歸啦 對我來說 還蠻難得我自己會一再想要再訪的米淇淋餐廳 今天就給大家 今天就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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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